主席彭总裁,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主席彭总裁 总裁好 其实大家关注总裁可能超过关注中央银卡 那在这之前,每次行政院长改组 大家都会想到,哎呀,彭总裁会不会当行政院长 那最近又民进党说,那个蔡蓬佩 其实国民党类也有马蓬佩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都表示说是什么,彭总裁最少在国人的心目中啊 是一个很成功的这个政府首长 而且国外的这个评比甚至也达到六星七星级的这个行长 那个表示说彭总裁这一生在对国家这个部分 对社会的部分,对人民的部分,应该都算是很高的这个评价 当然也有人说蔡蓬佩是消耗那个我们彭总裁 但是我个人的倾向都是用正面的来思考 我认为也未尝不好,表示说彭总裁是被肯定的 那在这之前,我们也在汇率中有马英九防线 有彭总裁那个时候彭淮南防线 其实实际上都没有吧 这个彭总裁也多次做过说明 现在我个人有几件事情就是我愿意在这边提出来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跟人民币的这个换汇的这个几率 那个现在越来越高 而且两岸之间的经济交流也这么那个 但是汇差这个部分啊 就是我们台币换人民币或者人民币换台币 这个汇差部分怎么保持合理的这个汇差 才是符合我们消费者的这个权益 因为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办法去监督说 他到底他这个汇差是在多少范围之内 各个银行是不是一样 有没有共同垄断这个部分 因为以前也许我们少放 放一点人民币那也就算了 或者换一点甚至于说我们跟国外的换一点美金 那也算了 但是现在等于国际化自由化 甚至于说两岸之间接触的这么频繁 保持多少的汇差是银行合理的利润 而不是在政府的政策之下 任令有垄断 甚至于有过度过分的这个那个这个暴力 那个总裁能不能做个说明 像超委员报告 是但我们买卖人民币的银行非常非常多家 所以银行不可能他把他汇率定的不合理 定的不合理的话他就没有生意做了 所以市场的力量就造成他的竞争 实际上差不多每一个大概都保持百分之五 因为跟委员报告呢 超票是要成本的 超票为什么呢 他运进来运进来的成本 而且我的发现呢 他们收下的人民币呢就是比较旧 但是老百姓又要新的 所以他旧的话运回去给香港的中国英囊 又要成本 所以我们在台湾现在卖的人民币都是全新的人民币 我个人是认为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汇差这部分 要有一个相 比如说有一定的那个范围之类 那现在有的 我做过统计 那个有的是超过六 超过五超过六的这样子都有 每一个银行当然有不同 但是基本上这个汇差 我个人认为是应该落 列为我们就要做监督的这个那个 我们来注意一下 不过因为竞争的结果 他会差不足以扩大 不扩大 这是我特别提出来 供那个总裁做参考 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们外汇层体急剧的增加 现在有3900多亿 那我们多数是以美金为主 美金的比率占多少 其他外币大概占多少 大概我们跟 国际上的工业国家的 匹别指额很相近 你说国际 国际很难讲 像大陆 它多数是以美金 这几年才改一些欧元 甚至改一些日币 那我们呢 我们的美金的比率呢 大概在多少 因为绝大数的国家 都没有公布这个数字 因为这个数字会影响外卫市场 那我另外一个思考 就是说 现在大陆不断的买 多数买美金 甚至说大陆如果 它的这个买 包括美国的债券 或者存美金 那个这个部分 这个比率很高了 那我们呢 我们有没有反向思考 我们有没有存人民币 人民币 对 因为人民币你现在买不到 现在买不到人民币 那其他国家也有啊 其他国家有买 其他国家中央洋到目前 都买不到人民币 所以说我是认为说 我们除了买买美金 买欧元 除非他人民币 只为他人民币 日本账开放 那么你才知道买不到 我是以前认为说人民币 可能还达不到国际货币 甚至于轮通性不够 那未来现在人民币又 也变成一个强势货币 甚至于他以后以 未来我们台湾 我认为说 他虽然跟印度啊 跟越南啊 未来都说 未来也可能 那个双方的贸易 以人民币 那个机会啊 我说我们台湾以后 也有可能这样 达到这样这个程度 他是推动一些 人民币的跨境贸易的结算 去年呢 达到他进制口贸易的 百分之2.5 他是慢慢慢慢做 这样做 最后呢 人民币有可能成为 一个国际的准备货币 但是这一条 漫长漫长的路要走 这条确实漫长 而且短期 短期可见的 这个发展也会有 很有限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 这是迟早 就好像我们以前 说人民币会贬值 但实际上人民币 是不断的升值 只是在 在他政府政策的压力之下 那缓慢的升值而已 而且升值这条路 我以多数的人的判断 应该还是会有 只是达到某一种程度而已 那同样的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也会慢慢慢慢慢慢 那我们台湾 我个人是认为 要及早一一 如果如刚才 本身还讲说买不到的话 那其他银行可以买到 我们中央银行当然也可以买到 只是其他银行也许买得多 我们买得少 但是我们逐渐去累积 这个也是一个方向 因为买不到表示它很强势 那既然很强势了 我们再怎么想买一点 所以我提这样一个方向 给总裁做参考 特别 未来 未来还有更多的 政府的首长 再做的 我相信 应该可以提供大家 另外一类的思考 最后我要提一个就是 有关 那个环贷的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部分 跟我们马祖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我马祖 有的环子到现在为止 没有权账 连贷款都没有办法做得到 那台银 总是有在那边设银行 设行 或者邮局有设 我们大概都很难 像我马祖 我个人买的 这个移动环子 500万就是500万现金 所有贷款都没有办法 但是在台湾 环贷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 我看总裁所提出的 说特定地区 这是合乎清理的 因为台湾并不是 这段环贷 那个环价高涨 并不是全国一致性的 甚至黄昭正委员 在今年过年之前 他还跟我讲说 如果你那个要买环子到高雄来 稍望还可以买大楼 台北哪里买得到大楼 所以说这个不是全面性的 我认为总裁所提的 特定区的环贷 这个约制的力量 比全面性的要好 一杆子打荒一条床 这个部分不是好的政策 所以我也提 希望说 彭主台所提的 特定区这个部分 可以影响到财政部 可以影响到金管会 甚至影响到行政院 这整体政策 台湾打房不是全面 不应该是全面性的 是应该有特定的目标 而且有特定的地区 所以说我支持你 这个报告中所提的 就是说对特定区的 这个环贷 有所节制 甚至有所监督 这是我们可以 我是支持的 而且也期待的 最后 每一次我们有跟外商啊 或者什么 就是说总裁都有一个 盆总裁跟外商 或者外国银行 喝咖啡 就好像你讲 环线 没有环线一样 你说没有盆 盆环南的环线 慧律没有盆环南的环线 一样 你这个喝咖啡 有没有发生效果啊 我报告 曹委员呢 我没有跟外商一郎 喝过咖啡 没有吗 我们看报纸很多啊 没有 中央一郎没有咖啡 中央一郎做茶叶 好 我们每次 我们有看到说 那有特别要外商啊 或者什么 就是说 对那个 包括汇率啊 包括 那个 买半美金啊 说好 那这样子媒体就误报了 那我也误传了 那我在这边表示 歉意 不论是喝咖啡 喝茶 只要对国家经济稳定 有帮助 我都支持 谢谢 谢谢 还有一个选项是喝白开